美国苹果公司一个在泰国拍的广告 被指呈现当地落后的一面 引发民众不满 说广告大有歧视 苹果公司最新在泰国拍摄的广告引起批评 广告内容说 四个来自美国一家公司的员工到泰国公干 利用苹果产品解决遇到的种种问题 例如找回不见了的行李 解决语言障碍等等 但影片的场景色调 就被批评在刻意以负面的角度描写泰国 没有展现到泰国现代化的一面 例如网民指出影片的色调为啡色 好像描绘30到50年前的泰国 又质疑泰国机场非常现代化 但为什么拍摄团队就找破旧的机场做场景 说不符合泰国的现实状况 根据总部在美国的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 曼谷摩天大楼的数量排在全球13位 有居泰的外国人批评 自己从未在泰国遇到广告里面一样残疚的的士 担心广告会令现代化的泰国被误解 而苹果公司尚未对这些批评作出正式回应 也都关闭了YouTube上面这条影片的留言功能 不过有网友反驳这条广告是以艺术角度呈现30年前的泰国 而泰国当局指出总理斯雷塔对苹果公司选择泰国作为广告的拍摄地表示赞赏 认为广告可以增加国家的软实力促进旅游业 母线电视记者 郑希敏报导